最后的变迁也改变全球的降雨形态 加剧极端的旱劳 强烈气旋在上周直扑印度西岸 造成大面积的淹水 4000多座的村庄一度停电 巴西的最南端也同样遭到风暴侵袭 目前已经传出12人丧生 同一时间许多国家却陷入缺水的困境 像是美国明尼苏达州 就有近两成地区处于重度到中度的干旱 已经对当地的豌豆农造成严重的冲击 而在英国 刘金号称是全国最多与村庄之一的河川 部分河段也已经完全的干涸 如今只剩下河床碎石裸露在外 西班牙的干旱也是不乐观的 一处水库水位下降 让澡堂废墟重新浮出水面 也正冲击红鹤重要的湿地 志工们小心翼翼地围捕小红鹤 之后再一只只抓起来挂上试别环 测量嘴巴脚等身体部位 进行生态调查 西班牙丰特德比德拉 是红鹤的重要棲地 去年有上千对红鹤在这里 繁衍后代 但今年却只剩下零星几十只红鹤 成鸟的身影 这里在2019年时水位还有超过膝盖以上的高度 但眼下西湖却逐渐干涸变成草原 还有成群山羊在这里放牧密食 西班牙这场干旱也让马德里以东的一座水库拉紧报 如今水位只剩约两成出头 让原本泡在水中的皇家澡堂遗址重新浮出水面 而在英国水情也不乐观 连续三年流经全国最潮湿地区的河川干涸见底 注定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冲击 美国今年许多地区的降水也供不应求 迷尼苏打北部过去一个月指向下大约六毫米左右的雨量 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干记录 整个州有近两成的地区处于中度或重度干旱 导致弯动农挑战重重 只能在作物周围放置湿度感测器 想法设法节约用水 此外从上方加拿大飘过来的野火烟雾 阻挡了阳光照入 也让今年的收成雪上加霜 从高空俯瞰 街道指尖变成湖泊 巴西南里约格兰德在上周五遭温带气旋侵袭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近3000人流离失所 目前仍有5人下落不明 当地州长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仍是持续搜救 已经在过去两天执行了2400趟行动 而印度在上周五同样遭风暴侵袭 强烈气旋逼迫节直扑 卫星部沿岸带来狂风暴雨 虽然得利于当地政府提前疏散十万多人 将人命的损失降到最低 但强风仍吹倒超过5000根电线杆 一度造成4000多座村庄停电 而许多人居住的简陋棚屋 也早已面目全非 当局粗估至少3.3万英亩的土地 都遭气旋破坏 气候变迁改变全球降雨形态 家居墙降雨 尽端汗烙现象 巴西斯坦在去年碰上严重洪灾 如今一年过去 许多灾民仍居住在临时帐篷 没有稳定的电力供应 进入六月后还得忍受涉事 47到50度的极端高温 不只温带地区的国家 对暖化有感 瑞士人面对冰川急速消融 18日就制定气候法案进行公投 结果显示有近六成的民众 支持政府推动再生能源转型 以实现到2050年达成碳中和 随着暖化家具 同在地球一艘船上 全球减碳越来越急迫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全球减碳越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全球减碳越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本集会讨论 全球减碳越来越多了